今天说一个一般人接受不了的观点 如果你黑白分明 事实喜欢公平 那我不建议你往下看 接下来我要讲的 它和你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 可能截然相反 首先你要明白 但凡从底层杀出来的人 他一定有四个价值观 和你完全不同 第一个 弱者追究公平 强者追逐利益 现实社会当中 最重要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 优胜劣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只有弱者才一味地强调 只有公平 因为只有公平 他才能沟通 强者手里分一杯勾 而强者当然不愿意 把自己努力得来的利益让给你 所以如果你凡是追求公平公正 那一定要注意了 因为这样的人 会与整个残酷的现实格格不入 即便你其他方面很突出 也很难有所作为 第二个 遵守谦卑礼让 恐荣让离的原则 只会让你一辈子生活在底层 在社会丛林里边 每个想要有所成就的人 都在拼命地抢夺 资源和利益 但是你像一个千千金子一样 舍己为人 而社会上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 不会因为你的牵上 你的大度 而给你额外的奖赏 只会给你一记想想的耳光 说的极致一点 社会上拥有流氓和土匪 这样的人格的人 才更容易成功 你所熟知的成功人士 大老板其实都是这样的人 而温文尔雅 有礼貌的人 根本不适合去抢夺利益 只适合去打工 在固定的岗位上 拿着只能温饱的薪水 仅此而已 你说的那谁谁很成功 也很温文尔雅呀 我告诉你 装的 第三个 只有不要脸才能成大事 你需要明白的是 规矩和道德 都是已经登上金字塔顶的人 拿来约束和防止 后来者瓜分他们利益的手段 如果你这也讲规矩 那也有道德的顾虑 你只会被忽略 同时 一定不要拿自己当回事 当你还未有所成就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 是如何强大自己 丢了面子 丢了尊严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如何才能更快的爬上去 只有真正经历过的人 才能明白 我此刻在做什么 第四个 厉害的大佬 可能什么都不会 但一定擅长做决策 我认识很多资产过小目标的大佬 他们可能并没有什么一技之长 工作做的 完全不如自己手底下的员工 但他们一定非常擅长在封口面前 做出优质的选择 普通人在细节和战术上 可能能够有所把控 但是在关键的人生节点上 总是犯迷糊 比如人生伴侣的选择 创业机会的选择等等 同时 如果你的人脉权责非常优质 你会发现 很多厉害的人 并不一定有多聪明 而有一个扎心的真相是 80%以上的聪明人 只是生活在社会底层 大家想想 这个现象是为什么 真正能有所成就的人 他有很多方面都不如你 就是做对了决策而已 以上四点不一样的价值观 如果你能听得懂 那么恭喜你 你至少已经接近 突破社会的底层了